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正是因为这位老师才让他这样一个山里孩子有了今天 不是说我和肖子对面就是我感觉他真正在我心里面怎么说的可能说就像然后天使一样的从家可能就有点夸张了 但是这样就心里面他的形象真正的巨大我特别特别伟大这么想 我们打一个对内小比赛啊 23岁的陈杰是西北师范大学大技学生 甘肃省驱棍球队队员 虽然已经离开母校12年 但陈杰依然珍藏着几张启蒙老师的照片 他就是陈杰提到的刘芝莲 陈杰告诉我们 当年村里孩子失学长达五年 正是刘芝莲翻山越岭把孩子们重新带回课堂 而且长达19年不收一分钱 就靠着自己打工办学 我们与陈杰一起踏上了寻访刘芝莲的路程 目的地是离兰州230公里外的甘肃省张县 武阳镇胡家娃村骑山投射 现在已经到我们张县然后进来了 就是我们刘芝莲是然后办学的那个地方 条件比较更艰苦 他们在这30年当中 然后朋友出了十几个大学生 陈杰说我们要去的骑山投射 2012年财通公路 当年如果不是刘芝莲办学 孙丽孩子想上学 就要每天往返走五个多小时危险的山路周旭 一路颠簸 我们终于到了骑山投射 那你说我跟刘老师 刘老师 刚一进村 陈杰远远就认出了正在村口等待的刘芝莲老师 辛苦你了啊 来我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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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我们老师 我们老师肯定现在心里面特别激怒 他就是想不会让我特别表达出来的那种 他就是今年已经48岁的刘芝莲 见面后我们才知道 如今刘芝莲已经不再骑山投小学教书 因为彻点病校 我们还要拿出一本旧相册 给我们讲起了往事 刘芝莲说 当年办学最大的困难就是要挨家挨户去把像陈杰这样的孩子劝回学校 那还是在1987年 22岁的刘芝莲从外村嫁到了骑山投 却发现村里孩子逗不去上学 一打听才知道 村里已经5年没有老师了 曾在娘家当过乡村教师的刘芝莲 向丈夫提出自己要办学校 没想到却遭到丈夫的极力反对 我学个老师他说我们家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前面有三四个老师 就是干了干了干不下去了 都是这样的 我想到是一个女的你都干下去了 人家难度你干不下去 你都干了 他也要干 课要开始办学了 刘芝莲才发现难度超乎想象 当时没有法子吧 从委会也没有 我就想从事就见了 都是学校促上的 这个大股实在就割就这九千五所差得很的 校舍是有了 却没有课桌 当时每年只有几十块钱办公经费的村里 再也拿不出钱支持刘芝莲了 刘芝莲的丈夫看到妻子一心要办学校 无奈只能拒绝他 我照顾就带着村子里的 几位和他一样年纪大的人 就在林子里面砍了一棵大树 让孩子们坐在这个大楼木桶上学习 还有别的孩子没有办法做 我就把家里的所有人用的 让他凳子全部用在学校让孩子们做 就这样刘芝莲的小学开课 失学长达五年的孩子们重新回到了课堂 可学校开了足足半年 却只有五六个家长把孩子进来了学校 到树到树到树 学校拜起来了还非要有学士 没学士这么晚上课 我就一天了就上课 晚上中午了 这时间都远孩子了 这叫什么座 小河 这里是紧挨着七山投射的小河社 也是陈杰家所在的村子 陈杰就是当年被刘芝莲劝回学校的学生之一 我们和刘芝莲一起来到了陈杰的家 当年九岁的陈杰已经过了上学年龄 可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 陈杰父亲就让他断了上学的念头 他就提拔他了 与其他人就出现变得这么叫出人来 说这个我死不通知 以后没法生活 来草的这么一直哭着下去 以后的这个状怒 你非要指示着做 他跟我谈了好几次 他说你像你这样 你说现在就算出现 我一个厕所都找不着 你为什么得到七中毕业吗 结果这不一段时间多远 他就两年小学里去骑人 去陈杰家要翻过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 往返一次至少三个小时 就是为了把陈杰这样的孩子劝回学校 那些人由志连走遍周边四个村 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带回校园 那些年 为把孩子带回学校 刘志连向孙妮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只要让孩子来读书 学费一分钱都不要 我就是一个都没有 我就是只有孩子梦有学上有成见 这就是到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不到一学期结束了 就孩子梦有了二十多个 第二学期就有了六十多个孩子 我们从自己那时候孩子还几个呢 到这时候呢我就觉得呢 学校的热闹 你觉得上课了何有结束 就这样 齐山头终于有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小学 刘志连整整在这所学校里送走了两百多名学生 可就在十六年后的二十三年 这场特大洪水却冲垮了他自一专地外 办起的学校 我已过后了 我才从庄头看了一下 从这里有的私人的房子也冲走了 我过来看了一下自己的学校 学校也被学学校冲会了 我想知道当时这个学校啊 我学学办的不容易啊 我想到这样就不得有学校啊 我就站在学校校门口哭了一场啊 在刘志连家的多年下 我们发现至今还挂着一块黑板 刘志连告诉我们 当年洪水过后 为了不让孩子落下一节课 他把学生带回家 就在自家院里继续上课 用木头嘛 给我们改了一个桌子 我们就十几个人一起挂 当年乡村女教师在家办学的事情 很快引起媒体关注 2005年底 当地教育部门为刘志连拨下专款 在骑山头建起了一所新的学校 第一次我坐在教室里 我说还能不能呀 现在咱们小福了呀 把受罪的一起过去了 这个学校就看着明天了 我们坐在里边摇过这样 包压这么好 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了 小生啊 除了经验啊 之后在新学校里 刘志连入职教了六年 直到2012年底 刘志连所在的骑山头小学 因为声援少 正式彻点定校 刘志连主动申请到新教学点 继续当老师 你看这 你怕不怕呀 学一样嘛 拜上了 我全知道啊 没有拜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小生没用说 没用不说 让我翻来 这天一早就开始下雨 得知刘志连被调到另一个教学点 陈杰告诉我们 去往那个教学点的路十分危险 他决定送老师去上课 这个雨的天黑啊 发暴雨啊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此刻是凌晨五点半 雨也越下越大 脚下的路也越来越湿滑 我们一路紧跟着刘志连 陈杰往前走 刘志连告诉我们 前面就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路非常狭窄 只能容一个人通过 下面就是深达十几米的山谷 你看这 你怕不怕呀 悬崖嘛 天下了大雨 我在这里上来的时候 上去上不去 下去下不去 我在这里爬着 从刘志连家穿过山谷 我们走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而四十八岁的刘志连 却要每天一早一晚 无论刮风下雨 都要在这条路上 往返至少四个小时 我下的时候我还说 我说我这晚上怎么上去 我都不敢想象 整的那么远的 太坚负了 因为我走上一个里边 我估计我会寻不了 就太远了 今天我走着两个半小时 下来就还下不去 一个人你说 走上天不亮 他然后去家里面 就来说天黑呢 才可以走家 我心里面挺多的 这里 这里就是刘志连 现在工作的地方 阳正学田平教学店 他负责学前班 二十八个孩子的教学 刘志连说 尽管每天往返这个教学点 得四个多小时 可相比二十六年前 自己办学可轻松多了 当年为了让村里孩子上学 他不收一分钱 那才是最大的困难 拜上了 我全知道没有拜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学生没有说没有本事 让我犯了 但是拜上以后 我就觉得因为考试的时候要成绩嘛 如果我不给孩子找书的话 考试哪有成绩啊 当年最多时 一学期刘志连收纳了六十多个学生免费上学 可当时他每月只能从村委会领四十元教学补贴 这些钱即使都拿出来也是杯水车薪 实在没办法 从没向人低过头的刘志连 开始去书店为学生奢课本 在刘志连家的相册里 我们找到这样几张照片 那一年刘志连三十岁 因为有一头长发 村里人都叫他长辫子 可为了还拖欠书店的书费 那年夏天 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长发 好多人就骂他 你这个傻子 在谁为你这个朝头发的人 你又撒去把头发剪掉 我要剪他的时候呢 不容易把他剪下来 不容易剪下来 可是非得剪下来 剪不下来 师父做不过 小学校师父就说不出来了 孩子们上学上课就有困难了 当年一头长发换来三百块钱 也换回了孩子们一学期的书费 可三百块钱 仅仅能解决一学期的书费 为了让孩子们下学期还能做书读 背地无奈 刘志连只好利用假期外出打工 自己挣钱为学生犯书本费 当年他也成了张宪这家砖厂 唯一一名女工 我看有时候 到三四年的这个时候 有时候 我看他确实也打不下去了 这个工 来的一千百个三四个 一千百个四个四五块 他又要六七块 多一点 他说他不略 时间长了 每年都来 时间长了 我又问他 他为什么 他一个女人家也在这儿 那个搭 搭这个小锅 他们就是 我挣一点钱 给孩子买一点书 买一点本子 在随后十多年里 每到寒暑假 刘志连就在县城周边的工地上 搬砖 提杀 为村里孩子换书本 而直到2006年 国家正式开始 对西部地区农村 医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全付免除学杂费和书本费 刘志连才结束了 自己的暑期打工生活 我又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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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华正冒 却突遭人生病故 字母写字是虚爱 我就知道什么呀 一笔来自学生的捐款 让他开始感恩回馈 背负重病 他一次次忙返城市与相见 2013年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为云讲述 癌症教师汪昌祥的 22年住学之路 今天一大早 陈杰就来到刘志连家 原来前几天 他送老师上课 走过那条危险的路之后 就一直特别心疼老师 特意给刘志连 买了一双鞋 你把这个鞋脱了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知道吗 我试一下还能穿 要一人能穿 我不是 你别这样 我有鞋子呀 我知道 你肯定不扣 我愿意用鞋子 不是呀 真的不理想呀 我希望的是 你们将来 出现了 我觉得 真的太幸福了 不是 我要 穿一个鞋子的事呀 你知道 我知道 那你帮我妈试一下好不好 你帮我妈试一下 拿好菜 我妈酒喝的 你帮我妈试一下 拿好菜 我帮你吃 我帮你吃 你做着 我帮你吃 你试一下 妈妈的酒喝 我的也要大吗 差不多 你给我切了 差不多 刚好 在一旁拍摄的我们 看到身生间这样的场景 也被深深打动 可没想到 接下来 陈杰突然对刘芝莲 说了几个愿望 其实 我以前 帮你说过 我说 我想回来 坐咱们这边 我救赎 去然后 叨个老师 我想争取一下 你的意见里面的怎么样 刚好是这么辛苦 你就还想 想到老师 这个愿望 陈杰从未对我们提起 后来陈杰才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愿望 已经埋藏很久了 我特别愿意 我虽然这样 我省退倒去 但是我要感觉 就是更能体现 我自己价值的地方 还是我想回到我们 生过窑窑窑的地方 大家知道 这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呀 不是 这叫曲棍球 这叫曲棍球 明天 陈杰就要归队了 在临走前 他跟刘志玲提出 要教一下 山里孩子 打曲棍球 让这些地色山村的孩子 知道外面的世界 有多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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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过程中 刘志玲一直在旁边看着 从他短山的笑容 我们仿佛看到一种心境 今天是陈杰归队的日子 我们和刘志玲一起来村口送他 抱歉 那我走 约翰 约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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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里好好看啊 好好好 约翰再见 初约再见 二十五年来 就是在这个村头 就是在这条唯一能通往山外的路上 刘芝莲相继送走了四十五位 像陈杰这样的大学生 让孩子有学上 有书读 是刘芝莲一生中最大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 让无数孩子在大山外 找到了自己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